字幕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遇到美国种族的冲突的问题 所以也将议题拉到种族冲突 这次就会讲回历代至上下的事情 其实大家对圣经可能都觉得很困难 有时候你看到不知是什么 比如说在新约圣经里面 其实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我已经解释过了 有时候你读新约圣经 你都要懂旧约的 你完全不懂旧约 很多时候看文新义你乱解 起码要读通了 你知道旧约发生什么事 你不知道 你对新约就乱估了 我举一段是和历代至有关的一段 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五十一章五十一节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叫他做 《Q》的 很多时候神学家为什么会这样叫呢 就是因为这一段东西在马可里面是不存在的 马福音 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很像 因为有些东西基本上是由马可来的 所以马可一定是先写的 到第二本写的时候 路加加了一些材料 路加这些材料呢 我们知道马太也会共用的 只出现路加和马太的 我们叫他做《Q》 那就不要紧了 有一些内容 只是出现到路加那里的 我叫做《L》 就说只是路加有的 或者叫马可 马太那边 只是在马太出现的 我们叫他做《M》 为什么呢 那就只有Matthew有 这个《Q》就是只有路加和马太有的 这段经文是这样的 他在骂一些杀马 就是骂一些法利赛人 就是说 开始路加的时代 写这段经文是公元的估计 大约公元的82年至85年之间 我估计一下 以前我们的政教论坛 在新约那里都解释过 为什么 82至85年之间 就是因为 耶路撒冷被人拆了 拆耶路撒冷的太子 就叫做提多 Titus Titus做了皇帝 他拆了耶路撒冷 拆了圣殿 那当然是敌基督 谁知道他做了两年皇帝就死了 那什么时候世界末日呢 那路加是需要 去解释一下 马可没有说的东西 那要多写一些 或者他都在 马可公元70年写完 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路加发觉 有些材料收集到 是不是 打完仗了 乱完了 那慢慢的材料收集多了 路加也都需要解释 为什么世界没有末日 这是旧的政教论坛 因为犹太人常想 就是耶路撒冷 是世界末日的 那谁知道呢 公元81年 那个拆了耶路撒冷的人 叫做Titus 提多 太子提多 拆了皇帝 死了 都没有世界末日 那都要解释一下 写了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这里也表达到他当时的背景 就是 犹太教呢 就集中了 本来犹太教有很多部分 有些叫撒刀盖人 那些撒刀盖人 就依附在圣殿的居住 没有了圣殿 那就就是没有了 撒刀盖人的势力了 那接着呢 他有一些人 叫做爱识尼人 爱识尼人 就应该是 施世约翰可种的人 就是 喜欢做忍事 喜欢去抄圣经 总之躲在山洞 走进去 按理解呢 后来找到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就是说 因为在山洞里面 忍事躲在山洞里面 有人就拗 哎呀 这个昆蓝社团 死海古卷 跟爱识尼人 没关系 那样 无论拗一些 无论的东西 简单来说 犹太教 本来多元 集中了 后来 在耶路撒冷倒了之后 就 变了杀 这些法理错人 独大 那法理错人 独大了之后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他们就狂骂 这些法理错人 就是骂了整个犹太教 就是说 可以基督教和犹太教 开始抹面的阶段 公元的82至85年之间 就是路加福音写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骂了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 亚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一会儿再解释 直到被杀在痰和殿中间 杀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 这都是要问在你这世代的人身上 跟着 你们律法师有和了 因为你们把知识的药时 奪去 奪了去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其实这段说话 你看到就是狂骂的了 他就说 从创世以来 这些众先知的血 的罪 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耶稣说 当然是针对当时 那些 那些祭司长 祭司长是杀到该人的那堆 但是也针对 支持祭司长的那些法利财人 你整堆都要背 耶稣死的祸 因为耶稣是先知 你们竟然杀先知 先知的血要归你们这些犹太人的身上 怎么数啊 由亚伯的血起 亚伯是在创世记的第四章出现 亚当 夏娃 就生了最早的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该隐 一个是亚伯 该隐和阿伯各自代表一些东西 阿伯 他 只是说他做得好 经文就说 他做得好的 他献的祭 献羊为祭 圣经来说 不是说他献农作物一定是差 因为圣经有数祭的 旧约里面 有数祭 有献肉的 献羊 献牛 可以作负责祭 作平安祭 作繁祭 也可以 但是另一边有数祭 其实种植物或者动物是没问题的 不过 阿伯奉献祭 上帝越纳 该隐的不备越纳 后来该隐因为妒忌杀了他的兄弟 这是创世纪第四章的故事 阿伯就在这里说起了 但是说完阿伯之后 就提到直到被杀再谈 和殿中间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撒加利亚是什么呢 是阿水呢 就牵涉到一连串复杂的旧约问题 唉 真的 有时候 和你们去解释旧约的时候 你们很多时候 是很难明白什么事 很难明白的原因就是 它牵涉到历代志一个故事 历代志提到一个皇帝 那个纳皇帝叫做约亚斯 南国的皇帝叫约亚斯 那他的故事呢 我照读 有一个叫做耶和耶大的人 耶和耶大呢 曾经向约亚斯施恩 你看上文下 你看到的了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 王就听从他们 他们离弃耶和华 即是说那些纵首领和王 一起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殿 耶和耶大是一个祭司来的 那个祭司呢 曾经保护约亚斯帮他做皇帝的 打赢了一个叛乱那些问题 然后他们就说现在呢 竟然呢 那些犹大的领袖和皇帝呢 一起都说要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神的殿 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 因为他们这罪呢 就有愤怒呢 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神仍遗显才知道他们那里 引渡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才知警戒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 那时呢 神的灵呢 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 他就站在上面对文说 神如此说 你为何干犯耶和华的戒命呢 以致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 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中文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 就照着皇的吩咐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打死他 你看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旧约里面 唯一一个撒加利亚的 唯一一个人物叫撒加利亚 这个撒加利亚呢 就被迫害 杀死于坛上 当然了 你听下去就最接近了 因为这段经文他就这么说 亚伯的血起 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 这个故事呢 刚才看吧 这个先关掉 这个故事你听到就是 撒加利亚在神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 将被一些 猶太的领袖 用石头硬砍死他 这个就最接近了 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了 究竟说什么呢 很复杂了 死了 怎么复杂呢 就是你看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呢 就说多一次 马可 没有说的 即是马太 我都说这个叫Q的原因就是 马太和路加呢 都有说 我们提过马太福音呢 写得迟 甚至大约公元一百一十年左右 偏迟的 不过呢 启示录比他更迟 启示录应该是公元后的一百一十八年 他就大约公元的一百一十年左右 马太写 他说叫世上 所留二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 即是骂犹太人 二人的血归到你身上 即是 路加来说主要提先知 马太就说 喂 不只是先知 二人的血 好人的血都归到你身上 就说 从二人阿伯的血起 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 杀加利亚的血为止 那你刚才我就说 喂 我们呢 就去尝试找旧约啦 找到历代之下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啦 我告诉你 历代之和列王记呢 很多时候都 历代之是抄列王记的 但是刚才那个故事呢 只出现于历代之那里出现而已 列王记是没有提的 所以呢 其实历代之 是对列王记有一个很好的补充 就说原来那个皇帝呢 约瓦斯呢 圣经讲呢 就说 耶和华看他为 遵行上帝的道是一个 看他的行为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不是看为恶 但是他临老呢 在列王记是很正面的 所有东西都很正面 但是去到历代之下呢 原来这个皇帝呢 臨尾呢 诚实冤杀了一个 上帝的先知 冤杀了一个疑人 但是问题呢 就是 你们看呢 历代之下 这个是历代之下 这个是历代之下 二十四章 明明提起那个 撒加利亚的老爸叫 耶和耶大 但是呢 马太呢 就叫这个 撒加利亚的老爸呢 叫做巴拉加 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来的呢 死了 拗头了 即是我现在这一节呢 我不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因为 究竟会不会 圣经没有形容的另一个 撒加利亚呢 因为马太就给了我们的理解 这个撒加利亚的老爸叫巴拉加嘛 旧约那个 二人 被杀的老爸叫耶和耶大 那耶和耶大和巴拉加 两个人来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整句话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的 一个就是创世初期 有一个就是 亚当 即人类始祖 他有个第二子 叫阿八 阿八呢 没有成全子女 已经被他的兄弟所杀了 被该人所杀了 这个是最早二人被杀的故事 阿八就很简单 为什么 从二人阿八的血起 要去到巴拉加的儿子 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呢 为什么要说这个撒加利亚呢 一前一后 那后为什么是撒加利亚的血呢 你看到你都拌头了 一个解释 当然这个解释很简单 就因为它是历代至下的故事 历代至下 在旧的圣经里面 它是放在一个最尾的位置 可能你又没有印象 啊 圣经怎么排的 不是先知书摆最尾的吗 不是马拉基书摆最尾的吗 我们基督徒呢 就跟那个七十二亿本的排法 先知书摆最尾的 不是先知书摆最尾的吗 不是马拉基书摆最尾的吗 就是马拉基书 但是呢 犹太人呢 就不是这样排的 犹太人呢 排的呢 撒加利亚书摆最尾的 sorry 是将 这个呢 历代至呢 上下呢 摆最尾 那就是说呢 有一个说法就是 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整本旧约 由旧约最早形容的阿伯起 去到旧约最尾的结尾 撒加利亚 被杀呢 历世历代都有很多二人被杀 现在这些历世历代被杀的罪业呢 整个宗教历史 由开始到结尾 都要归进去 犹太人身上的意思 这一代的法利塞人 这些 因为这些犹太人 是 历主要杀死耶稣的嘛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但是 哎呦 又有人拗了啊 喂 我们看圣经历史呢 知道呢 其实约阿斯呢 其实不是 旧约里面最后的人的 而且颇为早期的 这个呢 我给你看 以前呢 没有写那么多东西的 最早 九二二年呢 南北分裂 有很多个皇帝了 有个罗邦安 一直发展到 后面的一些 你熟一点 后面有熟过的就是希西家 希西家 以前也是这样解释过的 就是 北国亡了之后 有希西家 然后呢 到了亡国的时候 有个皇帝叫西底嘉 可能你也是乱七八糟的了 不要紧 但是 希西家之前呢 还有很多皇帝 我告诉你 旧约来说 好皇帝呢 他就很恶之间 不断地去循环 罗邦安 是所罗门的儿子 是坏皇帝 接着呢 他的孙 和他的真孙 是好皇帝 一个很坏的 cycle 完了 完了一个 cycle 之后呢 就进入第二个 cycle 第二个 cycle 约阿斯是好皇帝 他的儿子呢 就算是好皇帝 也是心不专成的 但是其实 圣经有记载他怎么做坏事的 接着呢 有第三波的好坏皇帝 是吧 第三波的皇帝 就是阿玛祭去到 乌西亚 约坦的阶段 就是第三波 接着第四波 就是阿哈斯到希西家 就是第四波的好皇帝 接着呢 马拿西去到 约西亚 是第五个 cycle 的好坏皇帝 第六个 cycle 就只有 惡皇帝 因为那些惡皇帝 惡得太厉害就亡国了 这个就是 我们很简单的 按圣经的观察 因为圣经 是对这些皇帝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定性的 在列王纪上下 那 那 约阿斯是什么时代的皇帝呢 那 就大约第二波 好皇帝的阶段 的皇帝 那第二波 那 大约是一个九世纪 哇 都是公元 大约是九世纪末的皇帝来的 八世纪初 公元前八世纪初 九世纪末的皇帝 那约阿斯就是说 喂 他来亡国 来 北国亡 还有百多二百年 哇 这么早期 那他就代表着整个旧纪 有些人就质疑了 那 糟了 但是大家是不是听到乱七八糟呢 是的 会乱七八糟 就是 整个旧纪 好像通 好像不通 那究竟 是不是 这个撒家来的呢 会不会有个圣经没有记载的撒家利亚呢 那个老爸叫做 好像 马太福音的形容 那个老爸 叫做第二个名字 叫做巴拉加 这样 这里有一体列的问题 看到你头都痛了 那 我看看 我下一集 才和你们慢慢解释 那这里讲到这么多